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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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是画眉毛 日系的眉毛大多是挑高一点 或者顺着本身自己的眉形画的 这次我就画挑高一点点 眉形画完之后 就可以用眉粉直接填充了 前半段用稍微淡一点的眉粉 后半段用稍微深一点的眉粉 之后用一个跟发色相近的染眉膏 刷在眉毛上 眉毛就画完了 这次在眼妆之前 我就贴了双眼皮贴 发现这样子的效果更隐形 等于我用橘色 青春又活力 轻轻刷在眼皮上 以及整个下眼瞼 用深棕色像画眼线一样 在睫毛上方加深一层 注意尽量避过贴双眼皮贴 然后再加深下眼角 这一次的下眼角 我有向外轻轻画了一点点 给人感觉像是眼睛下方的阴影 你们可以试一下这种画法 可以让眼睛显得可以大哦 用米白色提亮眉骨 以及卧蝉的位置 可以让眼睛更有层次 笔好像颜色不是很明显 于是我拿卧蝉笔再提亮一点点 如果你的卧蝉提亮之后 还不够明显的话 可以拿眉笔轻轻在下方画一点点阴影 之后用款棕色的眼线胶笔来画眼线 这一次的眼线有点下垂 更增加眼睛的无辜感 先用眼线胶笔画出轮廓 为了让眼睛更大 我眼头有多画出一点点 眼距宽的妹子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填补眼线之间的空气 以及内眼角 如果觉得粗粗的眼线胶笔 填补满睫毛根部的空气 可以让眼线页笔再填一层 如果你想让你的眼线不晕染的话 可以拿深色眼影在眼线上迭加一层 慢慢向外晕染 眼中的最后就是夹睫毛 夹完以后刷睫毛膏 刷下睫毛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动作非常慢 这样才不会弄脏眼睛 放完睫毛膏 用垫睫毛气烫一遍 可以让睫毛更加卷翘 保持的也更久 这一次我想让眼睛看起来更大 所以我决定再填一副假睫毛 不会贴整副的位置 可以将假睫毛剪成好几段 这样更好贴 贴在睫毛的根部 贴完之后拿睫毛夹夹一下 让真睫毛和假睫毛 能很好地混在一起 如果你的下睫毛稀疏 不妨试着用眼睛液笔来画出睫毛 手一定要非常非常轻 睫毛一定要画得非常非常细 上踩自然 眼妆完成 为了让鼻子看起来更挺 一定要记得画鼻影哦 注意用量千万千万不要画得太重 画侧影时候 从发际线向内温染 下巴眩一下 可以让下巴看起来更尖 如果皮肤不是特别好的妹子 高光可以选择用哑光的 这样才不会放大你的毛孔 同时也能起到提亮肤色的作用 最后就是涂上水亮的唇釉 注意看我有故意向外涂了一点点 这样可以让嘴巴看起来更厚 更丰润 水亮的唇釉 特别适合干唇妹子 如果你嘴巴边缘显得有点生命 可以拿棉签轻轻微染一下 日系砸着妆就画好啦 强行拉我们的九宝入镜 宝贝真乖 太好了 对了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